今天我不谈回到中国这些客观事实了 因为说多了这些事实就容易引发很多人的焦虑 甚至是攻击骂骂 骂我啥呢 他们这样说 他说你为什么要说祖国的不好 你能移民美国会应该感恩中国吗 没有中国生你养你 你能住五星期九店坐头等舱吗 然后还有什么子不嫌母丑 你出去了还回过头骂自己的母亲 这些言论是这样 我实在搞不懂这些人的脑回落 如果说你是监狱里面踩缝纫机的那些人也就算了 你如果说是一个正常人 然后你这样的留言 我能看出来有些正常的账号 我就一个妈 不像这些人 你妈比较多 国也是妈 然后土匪窝子也是妈 就好比你住在北京 北京是你妈 小区也是你妈 那么小区在北京 小区如果是你妈 北京不就是你妈的妈的这个逻辑吗 然后物业公司也是你妈 到底北京是你妈 还是小区是你妈 还是物业公司是你妈 你到底有几个妈 你怎么乱认妈呢 如果说你换了个房子 换了个小区 换了个物业 你就背叛了你这几个妈了吗 感恩我就更不能理解了 感恩谁 感什么恩 命是爹妈给的 钱是我自己合法赚的 读书是我自己钱供出来的 学历是我自己凭本事考出来的 生病是我自己花钱买药 看病治好的 就连住的房子 也是我当年东拼西凑贷款买的 你那个什么狗屁 这个妈给你一分钱了 还是免了你的贷款了 还是让你免费医疗 还是免你学费了 你住在小区里 物业公司收你的物业费 收你的垃圾费 收你的水电费 收你的停车费 你感恩小区个啥呢 你还管物业公司叫妈 你不是脑子有问题吗 你亲妈怀你的时候 被驴踢了 是不是 就这些个傻逼 地主家养的狗 吃了顿骨头 吃的最快 得了个啃骨头冠军奖牌 然后你们这些养狗的长工 就跟着高兴个屁啊 还举着地主家的气 欢呼呐喊自豪 然后唱地主家的歌 还在朋友圈罚 此生无悔入地主家 来生还做地主的狗 今天怕了狗 吃屎的永远不理解 牛排为啥气氛 是我好吃 这些人吃屎都赶不上热乎了 有人说我是反贼 非常可笑 我能够把自己曾经亲身的经历 讲出来 我就是希望中国 就是曾经我出生的这个地方 越来越好 毕竟它是我生活35年的地方 我虽然这个人 是没有什么故土情节 可是出生地 算老家 对不对 谁不希望自己老家好 你稍微用正常人的逻辑思想 你稍微这个大脑回路正常一点 就知道 就像我们这种经常批评社会现象的人 才是真的喜欢自己的老家 我在美国也经常在网上批评美国 恰恰是那些不敢讲实话 只知道赞美的人 你要么是蠢 要么是坏 谁都知道 一味的赞美一个人 才是让这个人毁灭的罪魁祸首 不开玩笑了 今天聊赚钱 不扯那些闲事 因为赚钱这个话题 跟所有人息息相关 有钱人需要赚钱 没钱的人更需要赚钱 有的人赚钱比较容易 有的人赚钱比较辛苦 有的人辛苦也赚不到钱 那世界的这个本源就是认知 认知决定了赚钱的方式 认知到位了 剩下的就是财运 这次我回到中国以后呢 我看到很多人躺平 躺平有两种人 一种是体制内 不思进取的人 或者是稍微有点上进心 就有风险的 一种是努力也赚不到钱的 工作相对稳定的 比如说在银行啊 上市公司啊 做技术的 当大学老师啊 教授啊 还有不躺平的 就是很拼的那种人 明知道这个大环境不行 也要逆势而为 非要跟时代过不去 跟大环境较劲 这些人活得非常累 大概率未来的几年 可能会把前几年 靠着大形势下 努力赚的钱赔进去 当然我不希望他们这样啊 我结合自己的人生经历 过去40年的反思 来谈谈 人生赚钱的关键因素 读中学那会儿90年代 同学的父母开出租车 家境呢 要好于大多数的 我们这种工人家庭 还有父母呢 去南方做生意 深圳广州 倒腾那个电子产品 还有服装 那个时候就算是富裕家庭了 我上中学的时候 就有同学家长去南方那边 倒腾那个电子游戏机 小霸王 到了我大学的时候 1999年到2000年初起 我有同学在家里的资助下就开了网吧 组装电脑 赚了不少钱 再后来淘宝开始兴起 2004年的时候 其实我一边上班一边在淘宝上注册了一家店铺 随便把我自己用的二手摄像机啊 电脑配件啊 卖出去就能赚钱 那个时候我上班工资才1500块 再后来我自己做公司2005年 年收入20多万到50万的水平 其实那个时候 我如果自己去南方找货源 然后再淘宝 完全可以起家 我也可以复制这种OEM的模式 只不过我的第一桶金 是靠别的渠道赚到了 所以说这个想法就没有实现 另外就是微博 我是在微博刚刚开始的时候 就开始利用了 2009年 我已经在电视台上班 当时负责新浪微博这个地区经理呢 就是我的朋友 广电系统没有合并的时候 广播台的一个编辑 他去新浪微博负责运营 然后2010年1月的时候 我去泰国旅行 他就给我开通了一个叫图片直播 每天给我互动置顶 然后放在微博地区旅游版的首页 那个时候我的流量 每天大概是几万人观看 我从泰国玩了十多天回来 粉丝从几十人增长到了三万多人 再后来我做生意 我就把当时的这个微博 改成我OEM的产品 然后在微博招商 我在半年时间签了一百多家计销商 大部分都是从微博来的 这个时候我还赚了一笔钱 就是买房卖房 买房不是可以买的 卖的时候也不是可以卖的 没有以炒房没目的 但是一买一卖 明明之中让我赚了两套房 算是运气加持 到了2015年左右 我认识了美国的试管医院的院长 然后就开始尝试赴美代孕的这个业务 也是利用微博 然后第一个星期签了七个客户 三个月签了六十多个客户 第一年签了一百八十多个客户 成为当年就是美国这家医院的 第一个流量渠道 然后2016年的时候 在北京成立一家公司 专职做这件事情 连续三年 我就是那家试管医院的第一名 中介公司 每年签约客户是两百多人 在这个期间我们家就办理了 美国接触人才移民 然后2017年拿到移民局的批复以后 我就注册了美国的医疗服务公司 和美国的合伙人做代孕公司 然后就不再从事以前的中介业务 一直做到现在 我已经不去自己接触客户了 然后就在我利用微博 获客的2019年 微博不允许讲代孕这个词 然后我六十多万的粉丝 微博账号被封掉 然后没两个月就是疫情了 我特别庆幸 就是我直接做代孕公司这个举动 后来就是属于先见之明了 提前布局 但是当时是我是不知道的 然后疫情大概两年时间 一个新客户都没 全部都是老客户的业务 勉勉强强让我撑过了两年时间 就在我们家移民到美国生活的第一年 我就注册了一个美股账户 从2018年开始 我就因为买了特斯拉的车 然后当时就把所有的积蓄 投入到这个特斯拉这个股票上 当时价格30多块钱 后来疫情期间涨到了400多 十几倍的资产增值 这个时候我在开始学习研究股票 专职做股票 我学习股票金融知识 都是通过YouTube 然后接触这个YouTube以后 我是在朋友的鼓励下 2022年 然后才开始做现在这个频道 这个很多人都知道 我老粉丝都知道 然后就开始讲移民 讲股票 讲移民生活 然后两年的时间 粉丝增长到了现在来十几万 当然了 有时候也一讲讲社会现象 自己的经历和故事 与此同时 我在美国买了几套房子 依靠房产 投资有了一个稳定的收益 股票投资也有不错的收入 以上我自己的这个经历 看似偶然 看似自己抓住了机会 其实都是顺应时代的趋势 赔钱赚钱 都是时代的风口 现在看来赚钱是符合时代风口 赔钱的时候是处于风口的反方向 一点也不亏 完全符合时代的发展 那么我赔钱的这个经历 我在之前的频道里面也讲过 大概十年前 有人有给我讲这个比特币 那个时候大概是600美金 3000多人民币 我觉得这个人就是个骗子 然后就把他给拉黑了 那个时候我手里存款 大概是300万人民币吧 我可以买1000个比特币 我没有买比特币 当然我就算买我也不敢这样买 三年以后 当时我是 就当时这个人给我介绍比特币的时候 三年以后我买了郑州一套 300平的大平层 花了大概200万 这件事给我教训特别大 我失去了成为亿万美金富豪的机会 然后赚了一套 贴了一半的房子 卖不出去 现在只能自己住 不过我运气好 就是比特币我没赚到钱 我失去了这个亿万富豪的这个机会 但是我买股票赚了一年前 虽然说不能用亿万去衡量 不过也算是吃喝不愁 比10%的人差 比90%的人强 然后我这辈子 基本上也 现在属于一个半退休的生活状态 我也满足了 那么今天的这个简单的这个内容 这个故事就分享到这里 我为大家准备了更加有价值的 关于投资和赚钱的内容 随后奉上 感谢关注 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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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